請問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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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我想一集裡面被人問兩次 是真的第一次 大家好,我是EJ 上幾個月就上載了幾條 我們artbeat的behind the scene的vlog 發現大家的反應都很好 加上收到幾多留言 DM都說覺得好像很久沒聽過我講廣東話 所以這次就想特別用回廣東話來拍 今天這條日常練舞的vlog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什麼不同了呢? 幸好就是我差不多一年多 適合這個深色的頭髮 為了搭配這首歌的髮型 但其實我自己還是沒看得慣 Anyway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我現在正在去練習室練舞 我想說最近的天氣超好 然後之後 然後 然後 是YouTube嗎? 是 電話號碼嗎? 我男朋友 那是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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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明白了 謝謝 謝謝 今天是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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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拍攝 今天是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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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一尾 在修改嗎? 唷 我們下部一尾 然後 我們下部一尾 來 我們下部一尾 你真的要死嗎? 你真的要死嗎? 那是第三天 真的要死了 你好 我真的要死了 我是真的 謝謝你 今天我會做了我 今天真的要做了很多朋友 是否喜歡這個 不像是一般人 我是真的朋友 有很多人 原來有很多人 什麼? 我們剛剛回到家 話說雖然由我把口說出來有點尷尬 但其實平時出街 偶爾都會有人來抄牌 不過我想一集被人問兩次 是真的第一次 我知道很多女生 都會因為韓劇的關係 對韓國男生有一個幻想 覺得他們會很溫柔 很懂得照顧人 我根據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 總結了幾個韓國男生很經典常用的搭散對白 第一個比較多人用的 就是他會走過來 然後就跟你說 第二個多人用的就是 他會很不舒服 或者是很不舒服 或是很不舒服 還是男生會試試看 無論是有還是沒有 他們都會照相拿出來 要先掉下 可能你有的情況 就會跟你說 錢來的問題 只要做朋友 先認識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更光明正大 他會問你拿電話 我覺得全天最大的感覺 不是因為有兩個人搭散 然後覺得很開心 反而是因為有朋友 讚我今天的皮膚網絡很好 大家都明白,女生之间的青检是更加开心的 就算出了全日街,皮肤的光泽感还是在 明明我昨天3点才睡 但完全看不出是睡得很少,或者睡得不够 话说,昨天我没被人搭了两次 所以今天打算来拍一个get ready with me 给大家看看我昨天的妆容是怎么样 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会上左边面给大家看看 我通常会这样印一下 它的质地很轻薄,但衣服我觉得也挺高 10分里面,我觉得可以给到8分 这样轻轻印开 这个brand的cushion比起其他品牌 真的没有那么厚重 无论妆感还是上面的感觉 我用了这个cushion差不多两年多 也很少用完它之后会生粒粒 或者是暗瘡 其实我来韩国这么久 我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韩妹可以皮肤这么好 每次看到都会感叹 明不明 我都是用一样的product 但好像很难做到她们的感觉 上次我忍不住问我一个韩国的朋友 才知道原来上妆的方法也是很有学问的 我留意到香港大部分 平时很少化妆的女生 都会用这样的拖拉式的方法去上妆 但其实这样是不行 正常大家上妆都会想着就这样上妆 但其实用圆形这边上大面积的范围 是会更加好的 用垂直拍打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YouTube 那些明星去化妆室那里化妆 都是这样用拍打的方法 将那些粉去拍在皮肤里面 然后全部都是拍得很大声 然后额头也是 然后好像比这些比较容易翻红的位置 就会用cushion尖尖的这一边 就可以更加仔细地修饰到那些毛孔 通常会这样 就是这样 轻轻地上一上粉 然后再拍开它 然后眼底也是用尖尖的这个位置 去上 大家是否看到那个分别 这边是轻轻一层 就已经遮到泛红或者暗沉的位置 但相片的底妆就是这样 真的超级适合一些 好像我这样 常常都睡过了 要趕着上班上学的人 很快速就可以打造到一个无瑕的底妆 然后呢 就来到眼妆的部分 我就会用这个Peddy Peda的五号眼影盏 比起一些很浓的眼妆呢 我自己平时通常都会化一点 自然一点和浅色一点的色系 现在就来塗腌脂 最后就来塗上唇膏就完成了 那唇膏我就是用这支Peddy Peda的五号成 上唇膏是一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就配上底妆 全部都是比较水人的感觉 这样呢 就完成了今天这个日常妆了 刚刚这些 product 全部我自己都已经回购了好几次 所以都真心是真的推荐给大家用 我最近的日常妆呢 就大概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虽然不是说有什么很特别的技巧 不过就是这些小眉的位置 就可以令到妆容看上去更加精致 所以都希望刚刚说的tips 对大家都有点用 那今次这条片呢 就大概来到这里了 我们很快在下条片再见 安妞